游箱也可以物联网,不花管理费也可以签收包裹 根据数据统计,全台湾的房屋类型有50%属于老旧公寓或是老旧偷天 签收包裹可以说是这类房屋屋主最红用的问题 但是为了方便,一定要每个月缴缴昂贵的管理费吗? 现在这些都不是问题 利用NORAD将ESP-3Arcad,NQTT,云端图库,云端试算表等功能结合在实系统 游垂端与用户端都会安装实系统在行动装置上 并且在邮局会安装NORAD Server为主控台 接下来,我来介绍NORAD的主要程式 ESP-3Arcad的影像传至NQTT是二进制编码 利用BEST64接点进行解码 再使用Template接点显示图片 当NORAD接收到NQTT所发送的讯息时 借由HTTPRequest接点将信息存至云端试算表 我是邮差 今天我要把我手上的这份包裹给黄晓明 我需要先按下邮箱右上方的按钮 这个按钮会让邮箱上的镜头拍下我以及包裹 并将拍到的图像与讯息传送至收件者的LINE群组 我是黄晓明 看到LINE讯息后我会得知是否是邮差来了 如果是邮差就到NORADDashboard查看包裹资料 确定包裹资料无误后 传送确定是我的包裹的讯息给邮差 我收到了确认讯息 解锁邮箱门 将包裹放入邮箱 然后再把邮箱门关上 邮箱门在3秒后会自动锁上 这时我将打开邮箱内的灯 确定包裹放入邮箱后 并传送千毫名的图档给邮差 我查看签名图档 确认收件者的姓名无误后 这样包裹的签收就结束了 这时邮局里的电脑会收到包裹以送达的通知 在这里我们便可以准确地知道 收件人在何时签收的包裹 透过本专题我们解决了以下几件事情 一、传送公寓或老旧休闲 无人在家时无法签收包裹的问题 二、省去了应需要有人代理签收包裹 而额外缴交的管理费用 三、运用低成本的方式 透过M2TT传输协定 将邮箱无联网 四、另外在这疫情失灵的时代 可以避免与他人接触而人意